关注电影号每天有好料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短裙少女去吃农家乐不幸被捆绑虐待的恐怖故事 十六岁以下简身观看 我们故事的主角小静是一个爱穿超短裙的小美女 某一天她和男友准备去乡下农家乐打牙剂 因为男友一会就隔屁所以其实名字不重要 两人辗转到达目的地却发现这里没有手机信号 不过酱油男不在乎马上对小静上下棋手 小静说了白天人砸她晚上约于是一个人跑出去找信号 下面男主角正式出场 都说穷山恶水出雕名我们叫她老雕吧 老雕其实对小静一见钟情 实在是由于那双美腿抬过游轮 于是邀请酱油男帮忙喀妈带 可惜第一代刚上街戏份就提前杀了清 画着这边小静找信号回来没看到欧巴 找来找去找到了仓库 正好看到酱油男领和饭 吓得差点小便实际转身就逃 却被老雕的黑狗堵住了门 正在思考到底能厉害还是狗可怕的时候 就被老雕当怀一爆 关进了暗无天了的地下室 到了第二天老雕身后照旧 白天一边想静静一边去这场卖鸡蛋 咱们问今天为啥鸡蛋这么好 老雕说我有秘诀说出来吓死你 到了晚上就回家折磨小静 还给他换上了一身新衣服 玩起了角色扮演 但其实老雕长的丑梦想却不小 他想成为一名歌星 所以当即一展歌喉把歌唱 直上的小静狂唾不止 却被老雕认为是最大的侮辱 当即按住小静就是一顿掐 可随之掐完后老雕突然来了兴致 转身扣了一把奶油 对着小静伸出了手 下面的镜头是右腿以下不易观看 咱们暂且掠过 屏幕上方有骗名 所以千万不要骂小编 小静的事情暂且不谈 秋辞现在饰演的另一女主正式出场 因为她确实又大又美 我们暂且叫她大美 话说大美察觉妹妹失联后 开车去当地拍出所求助 却被无情拒绝 理由是天才乐 无奈之下只好独自想办法 于是一路开车一路问 后来经过一个外卖小妹指点 只身来到了老雕家 随后也发现了 那个通向地下室的铁门 因为挂了门锁 无奈返回 却不知里面的妹妹 正在绝望到大门 大美返回的途中 偶遇老雕被塞烟凉鱼打发抖 却终于打扫惊蛇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这么一副灵灵胆寒的画面 小静被放置在一个大型的角落机里 随着老雕转动开关 一个大货人就这样吞了进去 由于画面太残暴 我们肯定不能播 来后镜头转到了养殖场 老雕正在用一桶带血的东西为目击 这下知道他叫做鸡蛋 为啥销量那么好了吧 我们继续看大美 大美在回程的路上 再次遇到外卖小妹 终于获得了重要线索 带着警察就去找老雕 可能去楼宇空他能找到啥 不过却被暗数的老雕默默记上了心 于是第二天一个碰子 就把大美骗回来家 于是同样的床上 大美叫先不应叫地不灵 被老雕上下棋手一顿磨 再说回警察这边 他们突然接到了外卖小妹的报警电话 说大美的汽车丢在老雕家门口 冷却不见了 一个年轻警察连夜跑去调查 可随时找到仓库撬开了门 刚见到大美就被老雕发现了 真想逃出手枪下后下 却被一幅都开了瓢 吓得大美完美的逃 逃到外面躲起来 趁老雕不注意又回去拿到了警察的枪 现在一枪在手 天下握游 大美豪七万丈向老雕开枪 却因相隔半迷太过遥远脱了吧 吓得手枪掉到了地上 随后展开了临摹微步 躲过了一幅又一幅 然后又拿起手枪 打中了老雕的胸 现在主动行在手 大美说我妹呢 老雕指指旁边的大水桶 你妹在那呢 大美当地怒火中烧 使用左手枪连续射出了白发子弹 打烂了老雕的腰 画面一转 大美和律师正在常聊 律师说你开枪杀篮 可以帮你弄个正当防卫 可你把人家塞进搅拌机 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掐指一算有一妙招 你只要承认当时犯了临时精神病 报警不用受大罪 可大美说了 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绝对不当神经病 影片最后很有意思 两个超短纯妹子 向大船出海玩耍 记得他们呢 是一个和老廖长的 一模一样的老年人 莫非他老父亲付出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韩国变态真不少 姑娘们出门要穿好 穷山屁狼 莫要去 除非你是精神病 好了 故事讲完了